音樂 造成陰道鬆弛的原因有哪些呢 通常最常見的就是生產之後的後遺症 包括了第一骨盆腔的肌肉會有一些撕裂傷 第二是支撐骨盆的韌帶會有一些斷裂或受損的狀況 第三是骨盆腔周遭的神經可能會有一些受損 連帶的造成肌肉的損傷 但是這些損傷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三樣損傷 比較常見的是在自然產的時候發生的 但是其實活腹產之後的婦女也會有一些陰道鬆弛的困擾 原因是因為胎兒在媽媽的子宮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是對骨盆腔底的肌肉的一個負擔 所以會造成這些肌肉會有一些鬆弛的狀況 再來是生產之前其實胎頭下降就會造成骨盆腔底的韌帶 就會有一些鬆弛的狀況 所以並不是只有自然產的婦女才會有陰道鬆弛的困擾 除了以上這些情況之外 還有一些原因可能也會造成陰道鬆弛 第一就是生殖系統的疾病發生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荷爾蒙的改變 荷爾蒙改變會造成陰道的厚度變薄 會有一些萎縮的情況就會造成鬆弛 第二大類是更年期的影響 跟年期一樣也會讓我們女性的荷爾蒙降低 那女性荷爾蒙降低的時候 陰道就會有一些鬆弛或者是萎縮的情況 第三大類是生活習慣不良的人 譬如說長期久站或是長期久坐 或者是長期便秘的病人或是肥胖的病人 都有可能造成這個骨盆腔底的壓力比較大 壓力大的時候就會容易造成鬆弛的情況 陰道手術原則上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傳統的手術縫合 第二大類是比較新型的雷射手術 以傳統手術來講呢 它最大的不舒服就是術後的疼痛 也因為它手術中的疼痛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來講 我們手術需要做一個舒眠麻醉 也就是讓病人睡著了再來做這樣子的手術 那舒眠麻醉它的麻醉時間越長的時候 它的風險當然也就會越大 另外傳統手術只有改變陰道口的尺寸 並沒有對相關的其他的結構 譬如說陰道口的角度做一些改變 所以在小部分的病人在開完刀之後 可能會造成經血或者是白帶的預期 以至於容易有一些感染 或者是一些異味發生的狀況 另外也有可能因為尺寸的不合 造成有一些性交疼痛的情況 最新型的雷射手術來說 幾乎沒有什麼風險 它唯一的風險大概就是 陰道鬆弛程度比較嚴重的病人 可能要很多次的雷射手術之後 才能達到滿意的效果 那對於鬆弛程度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人 也許一兩次的雷射手術就足夠了 陰道緊實手術的術後照顧有哪些 針對傳統手術來說 因為它有開放性的傷口 所以我們會建議開完刀之後 要避免刑方大概一到兩個月 這段時間也要避免泡澡 採用淋浴的方式 比較能夠避免感染的情況發生 除此之外還建議避免體重物 以及做任何會牽動到大腿 或者是骨盆腔的激烈運動 至於雷射手術 因為它沒有實際上的開放性傷口 因此並不需要做特別的維護與照顧 雷射手術術後 我們會建議一兩天內避免刑方 之後就一切正常 這次會不會有更多的 除非責任的方式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